寶藏岩藝術村為了慶祝新的展建落成 藝術家聯手發表新作品 有一些藝術家利用鋁片結合真實的街景 呈現出我們平常沒有注意到的小細節 有一些藝術家是親手縫製一本一本的迷你書 希望大家認真欣賞他的作品 一張一張鋁片 轉印牆壁紋路的相片 再結合各種迷你雕刻品 呈現出巷弄間的小角落 這是藝術家朱鼠碗的作品 他說我們常常會忽略的角落 其實仔細觀察都會有很多驚喜 像這個它叫紋一朵花開 它這邊其實也是有一個人的臉 對 就是眼睛 然後鼻子嘴巴這樣子 然後剛好花的位置 剛好在它鼻子的位置 除了用金屬結合照片的作品 藝術家蔡孟如則是用黏土 雕出逼針的蛋糕甜點 每個禮拜還會開課教學 就是像穿圍巾一樣的去穿 它這是一個比較新潮的一個穿法 藝術家呂雪芬則是把銀式結合植物 就像是把綠葉帶在身上一樣 這些都是寶藏岩藝術村的駐村藝術家 為了慶祝寶藏岩的52號房間整修完畢 改裝成展場一起發表他們的作品 藝術家林心儀來這邊駐村已經第三年了 喜歡閱讀的她 打造出超迷你的小本書 從書封到內頁都是自己獨立完成 有的記載著她喜歡的東西 有的則是她的創作日記 未來她還要成立獨立出版社 如果說我今天畫了一張圖交到你手上 那你可能覺得它只是一張圖 甚至可能你也不會太認真的看 就放到旁邊去 但是如果那張圖它被呈現的形式 它是一本書的狀態的話 交到你手上的話 你就會覺得說這是一本書 你會用一種很認真 然後可能帶了一點嚴肅的心情 去看我的東西 隨著新的展間開放 寶藏岩國際藝術村 也綻放出更多的創作能力